各位 這是來自《紐約時報》 我用了它的繁梯版 這是一個所謂的觀點文章 如果中國不再努力拯救世界 會發生什麼事? 咦?中國正在拯救世界嗎? 這是根據《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David Wallace 說的 這當然是問題 但問題的假設是如果中國不努力 不努力 即是潛台自帶 中國現在努力拯救世界 有人夠膽在《紐約時報》問這個問題 我們看看它說什麼 我們說五星旗是紅色的 它竟然有一個綠色的出來 當然這是關於環保 所以要找一個綠色 不知中國紅色是為什麼原因 因為紅色在這裡亂來 那又說 初步數據顯示 雖然全球排碳液放量仍然上升 但中國的排碳量可能已經達到峰值了 現在如今 因為這樣全球一步扭轉了排放的趨勢 因為中國人多 另外又是生產重點 自然排碳多 但記住 中國人均不多 而歷史上排碳最多的國家 歷史上加起來就是歐美國家 所以一枝竹膏說中國要負大部分責任 這是不對的 不過現在中國人很有責任感 我做自己的份仍是不對的 現在綠色轉型已經被中國徹底改寫了這個故事 貧值數十年來 太陽能、風能和電磁技術成本 令人詐欺的速度下降 成本下降即便宜 以及新一輪的氣候倡議和大幅增加的政策支持 各類的綠色能源技術正在沿著一條驚人的指數曲線上升 每一年的進展都令到那些首舊產業人士謹慎預測淪為燒病 因為中國做得太好了 其他事別說了 我們只說說數字 說2023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太陽能裝機容量 就是425基瓦的單位 全球是400多個 中國以外只有162個 中國自己本身是263基瓦 中國多過全世界所有加起來 60% 美國可憐 33基瓦 中國263 相差多少倍 378倍 324 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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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如果特朗普可以選贏上場的話 美國會繼續加速排碳 因為特朗普是支持使用化石能源 在2019年的時候 中國的裝機容量是全球的四分之一 去年裝機容量已經比起全世界的總和多62% 多62% 剛才說了 比起美國快了8倍 還有一些小數字 增長幅度就沒有意思了 全球興建的大型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場 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在中國 將世界其他地方加起來 都是只有中國的一半 那些西方國家唯有領頭 好了 2023年 新裝機容量勉強達到中國的四分之一 G7最發達的那七個國家 2023年 2023年 中國的新鎮電容量是74G 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只有43 美國只有62倍 12倍有多 電動車 在中國賣了810萬架 世界其他地方只有560萬架 中國的電動車一年多了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加起來 在其他方面仍然令人鼓舞 例如歐洲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 目前為止超過了80能源 南非的屋頂一年入月增加了349% 三倍 不過這些後面有個中國在這裡 這些風能和太陽能板 中國製造 因為2022年中國生產了全球的90%的太陽能板 去年全球超過60%的風電渦輪機是中國生產的 出售的電動汽車60%是來自中國的 如果中國不努力的話 世界搞不好 現在只有一個國家 是對全球排碳真真正正正在做事 那就是中國 其他國家都放軟了手腳 所以這個作者的題目其實都很有趣 如果中國不再努力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中國不會不再努力 這個已經是國策 中國繼續走環保的路線 這個綠色能源的路線 這個已經是國策不會改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中國會繼續走下去 而且根據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的勢頭 外國如何制裁 如何阻撓 未產量過程等等的東西 不會阻止中國繼續在這方面的努力 這個是最好的消息 但不好的消息就是 西方國家就會因為這一次的政治短視 看不到未來 而走落衰退 而西方的文明衰退 其實有很多很多其他原因 但由他們的政治家 那個近視政治的目光 只顧著目前 只顧著幾年之後 自己可不可以繼續當選 完全沒有長遠計劃 而且正如我所說 兩個爛蘋果 你選誰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華民族的崛起 是無可避免的事 也不能再逆轉 很肯定 中華民族的崛起 一定會成功 而中華民族崛起的成功 會是我們全人類將來的子孫 在歷史上一定要讀的一段 這是對人類 人類 不僅是對中國 對人類 有一個極大的貢獻 全球暖化 會導致很多其他問題 例如 打風 下雨 乾旱 農業 收成有問題 等等 一大堆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本應應該全球合力 尤其是所謂發達國家 但是很可惜 發達國家的政制 導致發達國家出來的領導人 要不就沒有能力 要不就非常短時間 要不就已經被特殊利益 全部收買了 我們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 全球其他地方 中東地區 非洲 南美 這些地方 這裡 除了西方的 幾十億人之外 西方幾多人 四億多人 除了這班人之外 不止 美國也三億多 歐洲加起來 當作十億 除了這十億人之外 我們可以寄望 非洲的同胞 非洲的兄弟們 屋頂上面 製造太陽蘭板 他們可以跨過化石能源 而去工業化 如果非洲的兄弟做到這件事 世界有望 第一 我們希望非洲兄弟可以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可以有一個附足的生活 但這個附足的生活 當然要依靠工業化 一路以來的工業化 是要靠能源 以往來說能源就是化石能源 但今天有個選擇 可以用再生能源 當然再生能源 有它本身的缺點 說明再生能源 是靠太陽能的話 就要看天 但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飲水 都是要看天的 海洋的水是不能喝的 我們要看天的 河流的水是來自天的 來自下雨的 我們不是每天下雨的 我們怎樣解決我們的飲水問題呢 把水儲起 用水糖 同樣能源一樣 太陽能板和風機發出來的電 可以立刻用 當然最好 如果不可以立刻用 可以怎樣 儲起它 當儲起它之後 當太陽不再照了 風不再吹了 不要緊我儲起了 我可以用 另外也有另一類的太陽能裝置 可以在沒有太陽之下 繼續提供能源 譬如一些太陽能的塔 周圍很多鏡 把太陽光照到塔頂上 溫度很高 把鹽溶了 鹽儲在下面 利用這個鹽的溫度 來推動渦輪發電 當太陽光不再照的時候 下面的鹽 繼續可以提供能量 去給發電機發電 這些技術是有的 另外我們要大量儲場能源 利用高山上的水塘 和山下的水塘 兩個水塘之間 多能源的時候 把水抽到山頂 不夠的時候 山頂放水下去 推動能源發電 所以說 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 這是一個偽命題 隨著技術的上升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看到這個報告 下樓的評價 不行 它不可以長期決定 穩定能源 另外就算是這樣 我們有核能 中國小型核電機 核反應堆已經商業化了 在需要的時候 這些小型核反應堆 可以向一個小的社區 提供穩定的能源支持 一樣 能源多的時候 太陽能多的時候 用太陽能 太陽能少的時候 核能 其實 因為說太陽能 風能不穩定 所以不用 偽命題 是錯的 我們應該問 如果這樣情況下 我們怎麼用呢 這樣 說了這些技術問題 就回到這個主問題 如果中國不再努力拯救世界 會怎樣呢 因為世界沒有了 因為發達國家有能力 而政治上做不到 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 上早上做不到 現在唯一的就是中國有足夠大的體量 中國也有足夠的科技 在過去幾十年 將這些產品的成本 大力地壓低 少量的人都可以用 因為中國正在拯救世界 這個太陽能板 價錢可不可以再跌 可以 效率可不可以提高 可以 可能不是很多 因為已經去到理論邊界了 但沒問題 這些山上鋪滿太陽能板的山 不是環境破壞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太陽能板下面 是繼續有其他產業在 只是西方國家單產業 這個地方 只是太陽能板 下面什麼都沒有 我們中國不是這樣做的 在太陽能板下面 一樣有它的生態 中國不是在破壞環境 中國是在拯救地球